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17日,那天出了一次车祸,这次车祸,使蒋介石心脏受损,调查后才发现赵氏乘客不简单,当天蒋介石却主持一个重要会议,上午开完会就回去了吃饭了,下午三点又照常去逛了一圈,回来路上已经快要六点了。 当时,蒋介石的座驾是凯吉拉克,前面还有专门的开路车,到了一个转弯时,开路车的司机看到了一辆班车停在那边,突然从班车后面窜出了一辆军车,差点撞上了开路车,开路车赶紧急刹车。 后面的蒋介石司机徐达生没想到会这样,来不及直接和开路车撞上了,蒋介石和宋庆龄平常都不计安全带的,当时瞬间就被抛出去了。 82岁的蒋介石满脸是血,就连假牙都掉了,相当的惨,而宋庆龄,娇皮嫩斗的,经部一下子就扭曲了,当时就大哭起来。 蒋介石司机徐达生,赶紧把这两人送到了医院去,另外跟蒋经国说了这件事。 蒋介石经过调查只知道是一辆军用吉普,其他的信息压根就没有,这次的车祸造成了蒋介石心脏直接受损,而宋庆龄则是一些皮外伤,蒋经国又再一次进行了调查,最终找到了肇事车的主人,原来是一个少将。 蒋介石因为着急回家,所以开太快了,差点撞上了蒋介石的车,当时因为看到了蒋介石的车十分的豪华,而且还有开路车,知道自己闯大火了,所以压根不敢停下来,直接就一溜烟跑了。 这个少将其实并不简单,他的一家人基本都是任军中要职,要是撞上了别人估计没事,可惜倒霉的是碰到了蒋介石,家里人也不敢顾着他。 经过军事法庭审判之后,肇事车的司机被判刑了,而这个少将则是被撤职,而司机徐达生则无罪,继续当蒋介石的司机,其实当时蒋经国是打算撤换掉司机徐达生的,可是宋庆龄跟蒋介石说,应该学会宽硕,而且徐达生也是无心之果,在出事后也赶紧送他们去医院。 最后蒋介石选择了原谅徐达生,过了不到一个月,蒋介石就感觉身体已经不如从前了,知道这次的车祸算是间接地要了他的命,可惜已无力回天。